小孩小孩你别缠 过了腊八九十年 腊八周过几天 哩哩哩哩二十三 二十三一种花栈 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做豆腐 二十六去割肉 二十七在燕剂 二十八八年三 二十九征万套 三十万山后一宿 大年初一九一 大年初一宿 你是想问我前夫的事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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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过得开心吧 挺开心的 好久都没这么开心了 我知道 就是饭不太可控 挺好的 就是不大习惯 多吃几次就好了 好 那这么说 我还有机会啊 还是那句话 多考虑考虑吧 别太轻易地做决定 好啊 那我尊重你的意见 不早了 我就不让你进去了 明儿见 好 明天见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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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没事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啊 哎呀 哎呀 进来 好 好 又完全不跑过来了 姐 哎呀 咱们 我那可你什么都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 什么什么呀 那个人呗 那是我同事 你算了吧 你会跟同事去看电影吃饭呢 哎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你 其实我挺高兴的 这么说我就快有姐夫了 哎呀 我们只是朋友 得了吧 现在是朋友 以后就是姐夫了 你看见她的样子了 嗯 没太看清 看了一眼 挺斯文的 而且长得也挺端正的 比以前那位强多了 哎 你说这要带回家 爸妈肯定喜欢 没想过那么多 那你得好好想想啊 挺好的 好意思了 你这么晚跑我这儿来 干嘛来了 你没干嘛 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就为心里烦 还找人说说话 你说这全家人 就你能理解我 二军要催你结婚呢吧 那你怎么想啊 他要跟普队去西藏了 是吗 得走多久啊 还不知道呢 最少也得两年吧 过了年就走 那是不是想在春节之前 把婚结了 他是这么想的 我吗 我也没想好呢 这心里特乱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那你爱他吗 应该算是爱吧 你回答得这么勉强 要让二军听见 再非气死不可 就你这些样子 喝水吗 喝 要特别烫的 我真的不知道 反正啊 从上中学就跟他好了 一直到现在 你说我都不知道 这算不算是好 觉得有点冤吧 没错 就这种感觉 你说我一想 我就这么就结婚了 他就是不甘心 我才二十多岁 一天好日子没过上 这辈子就这么过了 多冤呢 那你认为的好日子 是什么样啊 具体的 我也说不清 其实要说条件吧 二军的家庭条件挺好的 他的前途也不错 你们俩要结了婚 过日子没问题啊 姐 谁想过日子那种俗事啊 姐 那你当天 叫杨欣安的时候 你就想好好跟他过日子 我们那时候太年轻 太冲动 一心只想着 怎么跟平下中东 打成一片 一辈子扎根农村的事 没错啊 我现在年纪跟你当年差不多 我也是 我也一心想 我得考上大学 我得出去尝尝 我得让我的青春有点价值啊 咱俩太像了 要不然呢 要不然全家就你理解我 就你支持我考大学 分我也不争气 这分一年比一年低 你啊 就是太紧张了 其实你挺聪明的 准备得也很充分 你只要把心态调整好了 今年再考一定没问题 今年 今年可是最后一次了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答应二军了 今天最后再考一次 你要是这样就更得振作起来了 你看看你这没精打采的样子 哪像个要参加考试的呀 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就是觉得 这大学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 你要是这么着啊 干脆别耽误功夫了 跟二军结婚得了 姐 你说我这除了考大学 就是结婚 就没有别的出路了吗 你那小脑子里头 还琢磨着别的主意呢 好 方方 是你啊 你昨天下午怎么没去看电影啊 我昨天有事啊 那昨天下午那是谁啊 那是我们同事 你们同事啊 那我就放心了 妈妈 那我重新请你再看一场电影吧 你为什么非要请我看电影啊 我就是想跟你一起看电影啊 对不起 我不这么想 哎 你以后就会这么想的 妈 妈 我不吃了去吗 再吃两个吧 上船饺子下船面 小爷 行了 妈 来 妈 妈 我走了 靳梁 跟你爸说一声去 算了 妈 靳梁 我知道我爸的脾气 你说万一跟他说的话 麻烦你 你跟他说一下就行 爸 上班去啊 我 我今天打算去到 去到网州 你如今是个体户 谁还管得了你 爱干吗干吗 爸 妈 靳梁 别怪你爸 他现在上着好几股火呢 我 我不会怪他的 我知道我爸这个人的脾气 我是不是振到钱不就行了吗 靳梁 挣不挣钱都没关系 只要平安五十人回来就行 来 妈 我不要 靳梁 老板 妈就得点能力 初级 吃好 吃饱 我走了 走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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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小姐 你越来越美丽 就像你的年纪一样 好好漂亮 这期对经济学我很快乐 也很开心 尤其是见到了你 等一下啊 见面 你怎么才来啊 睡不疼了 那是谁啊 我香港表舅的朋友 刚从香港来 替我表舅给我们家烧点东西 也是香港人哪 我给你认识认识 没准他能帮你办出国呢 别啊 哪有一见面就让人办出国的事 不好意思 常不常在说先认识还是呗 快走快走 林叔叔 这是我表舅的朋友 林叔叔 这是我同学冯建敏 你好 建敏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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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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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坐 喝点什么 随 随便吧 嗨 随便吧 不好意思 tee 剑敏 剑敏 二隽 来了 大妈 剑敏不在啊 她一大早就出去了 没去找你吗 没去找我家 这丫头 又不知道疯哪儿去了 走 进屋坐着 大妈 我不进去了 我待会儿还得去看一站影啊 大妈 大妈 我去西藏的事 剑敏跟您说了吧 说了 我在地图上比了比 好家伙 比北京真够远的 可不是吗 那边疆嘛 我 我跟我们家的意思 想在我走之前 把婚给结了 剑敏跟我说了 我们倒是没意见 就是觉得太仓促了点 怕是来不及准备 大妈 没什么可准备的 我们家早就准备好了 房子家具都是现成的 我也不用买衣服 穿裙装就行 就是剑敏 怎么着也得给她 买几套新衣服啊 可是你们结了婚 你就要走了 一走好几年 又跑那么老远的地方 剑敏怕是受不了啊 那天你一说 她回家就哭 大妈 这我也没办法呀 我是军人 军令如山 我必须以服从命运为天职 这道理我懂 我就是心疼闺女 也心疼你 大妈 您放心 我们是幻房 我过不了几年 我就回来了 我一定对剑敏好 我会让剑敏一辈子幸福 您放心好了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我相信你 谢谢大妈 不要客气呀 喝喝 咖啡嘛 蛮好喝的 怎么了 苦的 咖啡就是这个味道 要来加点糖 不不不 锋利 不不不 不不不 这样 来杯茶怎么样 一杯白开水就好了 不好意思 白开水 下面小姐 真想到国外发展 其实我也还没有想好呢 哦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 我可以帮你 不过 去香港我没有办法 因为 我已经不是香港居民了 哦 确切地讲啊 我现在是 中国华人 美籍华人 哈哈哈哈 呃 目前住在洛杉矶 如果你要想去美国的话 我可以帮你 啊 真的吗 我 从来都没有想过 会去这么远的地方 呐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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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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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林先生 能冒昧多问您一句吗 您在 美国 不 办什么呀 啊 就是做什么 是不是 哎 对对对 哎呀 美国那个地方啊 其实啊 也不怎么样 为什么这么讲啊 它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跟我们中国大陆 没法比的 在那里啊 我就是做一点点小生意 开个小餐馆 哇 中国菜在哪个地方很受欢迎 哦 非常受欢迎啊 这买卖可不小了 哈哈哈哈 要林叔叔 你们聊什么那这么热闹 我正跟建米小姐聊一聊 去美国的事情 我想帮助她去美国 真的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随便聊聊随便聊聊 我可是很认真的哦 建米 要是真能去美国 那可太好了 如果建米小姐 真想去美国的话 我愿意笑全马其劳 另外啊 你把出国有关的手续 和文件办理一下 其他的事情 交给我来办 好不好 哎 好 进来吧 好嘞 有点净的呀 哎 你们屋里同事呢 刚结婚搬走了 啊 结婚了 啊 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没想过 这不应该啊 哎 你跟你们那个民兵连长 离婚多长时间了 有七八年了吧 整整七年 这不太正常啊 哎 那民兵连长是不是早就再婚 孩子都满地跑了 没有啊 他也没结婚 喝水吗 这怎么可能呢 这怎么可能呢 为什么呀 他怕孩子受委屈 所以就没结 这杨兴安 哼 好啊 还真是有情有义的人 你叹什么气啊 你不会还对那个人有什么想法吧 怎么会呢 都分开七年了 坐 哎 他呢 他是不是 还垫你你这块天鹅肉呢 你胡想接什么呀你 我告诉你 不要低估了杨兴安 你还赶紧找一个 让他断了这个念想 天天 我来申请第二次云 哎呦 有客人呀 不好意思啊 给我介绍介绍啊 这个是我的中学同学夏小雨 也是我们插队的战友 这是 你好 我叫顾嘉诚 是见真的大学同学 现在我们是同事 这么说 咱俩跟他的关系打个平手 那你们先聊吧 我告辞了啊 你不能走啊 这 该告辞的是我 你们俩继续开始第二次约会吧 哎呀 你干吗呀 这你开玩笑的 你是开玩笑的吗 怎么会呀 你看呀 你看你看 我可是认真的啊 你看 你干吗呀你 我呀欠你一顿东北饭 又找不到合适的饭馆 我看了下菜谱啊 也不知道 这些原料买得对不对 你不会琢磨着自己动手吧 为什么不啊 我跟隔壁的张公已经说好了 他一会儿把炉子借给咱们 好好好 太好了太好了 这回啊 谁赶我走都不走了啊 咱来一块儿 一块儿一块儿 一块儿一块儿来 买这么多呢 太好了 芳芳 再见 芳芳 下班了 不想请你看电影 我不看电影 那我请你吃饭 我不吃饭 不吃饭 饿死了啊 我是说不跟你吃饭 我又不是老虎 我也吃不了你 你为什么不跟我吃饭呢 那我送你回家 用不着 你有工夫干点正事 你学习学习好不好 你怎么老天天缠着我呀 我 我跟你在一起 我就是想学习啊 学习你身上的好多优点 和文化知识 是吧 我 我想跟你交个朋友 不行 我不想跟你交朋友 以后别来找我了 你以后会喜欢的 你以后会喜欢的 静敏 你干吗去了 怎么才回来去了 你吃饭了吗 吃了 静敏二斤来找回你了 嗯 是吗 干吗来了 还没说 应该是找你来 商量结婚的事 他怎么又商量结婚 一天到晚就没别的事了 烦都烦人啊 怎么了你 好好的发什么火啊 我没发火 妈 你也别老盯着我一个人哪 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你也得好好关心关心我姐 她有对象了 真的 这还能蒙你呢 我走了啊 那我就不做了 好嘞好嘞 再见啊 再见 你没事吧 没事 今天太开心了 好久没这么开心了 要不我帮你送回去 没事 我这酒量你还不知道 这人不错啊 得意祝点培养 开什么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啊 人挺斯文的 又是大学同学 知根知底啊 最关键的是 他对你非常好 他对我是挺好的 就是 又特照顾 嗯 他是个南方人挺细腻的 可是 可是什么 原咱们吧 插队都快十年了 对这种细腻的男人 有点不大适应 你呀 就是贱毒头 非得杨仙那样的 说打就打 说骂就骂 你才输他呀 嘘 小老师 杨仙安把 他虽然有很多毛病 可是他心里想的什么 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跟顾佳成在一块 挺累心的 我看你是闹心 人家对你好烧包 是不是 好了好了 别胡出来想了 赶紧回去陪陪人家 快回去 我走了啊 那你没事啊 我走了啊 没事 走了啊 来 进 慢点啊 我去开车吧 太难了 你来了 今天能够着熟的 我把你拿着熟的 你帮你拿着熟的 我洪空了 你还是要帮你 也要帮你 你拿着熟的 我把你帮你拿着熟的 你拿着熟的 我就去把它拿着熟的 你拿着熟的 我家常做的 我吧 我聊一下 孟城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太快了 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很长 但是彼此 还是了解得太少了 简真啊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 但是我却非常了解你 这些年来 我每时每刻 都在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 你干吗呀 长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你给建梁拿了多少钱 我没给建梁拿钱哪 建一也都跟我说了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你爸的 说 拿两千 我是借他的 肃秦知道吗 不能让他知道 对对对 不干也好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那我先回来了啊 去吧 적이粉 好 Чтоать 我来点 要离点啊 你干什么 还是 response 我明天啊 又接了两份活 我这一天啊就得取订金 你们能不能请半天假 去趟男的幼稚园 把那个托儿费给他交给 我说话你听见了吗 妈妈你啊 我说话你听见了吗 又哪个劲不对了 吃饱了撑呢还是没事找事呢 才没事找事呢 以后家里边事别跟我说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怎么了这又是啊 别跟我这儿装傻了 我装什么傻了我呀 自己做的事不知道啊 我干什么了 你给剑梁多少钱啊 剑叶是王八蛋 他跟你说什么了 剑叶什么都没跟我说 我听你说的 我什么跟你 我跟妈在厨房说话 你是不是偷听了着 你是不是学会这毛病了啊 偷听人说话呀 别过分啊你 谁稀罕偷听你们说话呀 我正准备帮妈那洗碗呢 碰巧听着你和妈在那块去去去去 我发现你现在不光脾气见长 心眼也越来越多了 到底给多多少钱啊 到底给多少啊 借梁要去广东做生意 跟我借两千块钱 说到时候还我三千 你怎么还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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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赔就赔了呗 反正他是我亲弟弟 你怎么还你啊 你怎么还你啊 你赔就赔了呗 最后一根热鲜宾 你这下雨摆算了 这些图鲜宾 哪 Job 我还不去呢 你这三千块钱 还能去着腾气 我还能去那儿 这个儿俩 一对儿败家子 你想帮着建梁我没意见 可是这么大的事 你总得跟我说一声吧 连个招呼都不打 我是你什么人啊 你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 对你自己的弟弟好 真够大方的 出手就是两千块钱 我弟弟找你打个家具吧 这个吧那个吧 就你自己的弟弟是亲弟弟 我的弟弟就不是亲弟弟啊 就是狗肚子里装不了二两香油 让钱烧的你是 有完没完了 没完许你做就不许我说说呀 说吧我睡觉了 我不让你睡 不让你睡 干吗呀你啊 要不这日子没法过 干吗呀 不让你睡 这日子要不就没法过了 今后咱们家这钱全都让你给撒出去了 那你到底想干吗呀 以后咱们家这钱你搁我这儿 存折你也得搁我这儿 怎么可能呢 那钱是我挣的 我想怎么花怎么花 我愿意给谁给谁 管得着吗你 干吗管不着啊 干吗管不着啊 我是跟你过日子 别人要让我管我还不管呢 怎么了 怎么了 你有什么我管不着 我不让你睡觉 不是 你拽了被子干什么 我就不让你睡觉 我就不让你 干吗呀 干吗呀 来了 好 好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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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苏琪 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呀 好 回我妈那儿 妈 你们管她 让她走 爱上哪儿上哪儿 大半夜的 你这儿什么呀 苏琪 你先别走 妈 我回我妈那儿 要走你走 把楠楠留下 你干吗呀你 你把孩子给我 你爱上哪儿上哪儿 别折腾孩子 天堂 你有事儿说事 你赶她走干吗 天堂 是我撵她走吗 您都看见了 她自己愿意走 把孩子给我 去 把她追回来 去追回来 你给我追回她来 我要妈妈 来 把孩子给我 去 去 追她去 来 奶奶 咱回屋去 来 我说建东啊 你现在钱挣多没地儿花了吧 怪不得人苏琴不高兴了 你这事办得挺没谱的 这两爷没工作 我现在帮帮她怎么拉 怎么叫没谱了 你给了她钱就算帮她了 那建梁说了 广州回来就还嘛 你这肃琴可真是的 还 他拿什么还哪 那建梁是个做生意的料吗 他涨了那脑子了吗 我看你这点钱啊 打水漂了 打水漂是打水漂的 我亲弟弟我应该帮 行行行 你就等着瞧吧你 建东 去把肃琴接回来吧 毕竟啊 是咱的不对 咱把钱借给建亮 是应该征求肃琴的同意 应该告诉她一事就对了 去听妈的话把她接回来吧 明天回屋吧 回去吧回去吧你回屋吧 去 还没睡呢 闹腾成这样我睡得着吗 哎 哎 建东这孩子也是 死将 我让她把肃琴从娘家接回来 她死活不去 他俩的事 咱们别管 不管能行吗 她们两口地告她 孩子跟着走嘴 你现在说她她能听吗 现在这个建东 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连我的话她都当耳旁风了 哎 建东以前不这样 就这两年脾气见长 嗯 还不都是她打那个破家具给累的 哎 哎 建东还没走呢 这就走 哎 建东啊 下了班去找一下肃琴吧 干嘛呀 帮我拉一下 男子汉子大帐子 度量大点 啊 赶紧把肃琴接回来 哎 回来不回来 不怪这毛病 那两口哪儿也不吵架的 一吵架就走 我还得第三下字的把她接回来 这养成习惯这成什么了这 关键是你昨天不是打了人家了 我那叫打她 我要真打她她早跟院里待着了 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叫呢 一点不听劝呢 走 楠楠 爸送你上幼儿园啊 甭操心了 我心里有数 有什么数啊 对不起 不要摔倒了不要摔倒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去找我 我去找我 你怎么能够做的 你怎么能够做的 我去找我 你找我 你去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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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泡得好慢啊 王儿 那个盒子酥 姜米条 还动个饼干各一斤啊 剪一下 剪一下 你去 妈 您怎么来了 我买点东西 天转转 忙里忙外每个碗 百年了 喝酒了 心里开心 还有点儿酸 哎呀 哎呀 给我的爱 我总是不敢承担 哎呀 哎呀 给你的情 我永远感觉回报不安 流多少汗 赚多少钱 也想把事干得惊天 你哭了 你笑了 你没有要求 我心不敢 哎呀 哎呀 给我的爱 我总是不敢承担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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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的情 我永远感觉回报不安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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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的爱 我总是不敢承担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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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远感觉回报不安 我永远感觉回报不安 醒来了 扶到了 挂起灯来把路照着 和和美美团团圆圆 人闯着黄红圆的太阳 省起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